许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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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你这刚从县衙回来 就黑着个脸 走路都不抬头的 不好意思 食材我没听见 第一天去县衙 便魂不守舍的 你们这朱大人 是会勾魂是法吗 我这都还没见到县陵大人呢 你先坐 正好我想问你啊 你从前是来过此处 何处此言 我从未到过此地 那你为何 都已经臭名远扬了 我今日跟着衙婆去找房子 结果 那帮人都叫你许八皮许八皮 那些好路段 好位置 干净便宜的房子自然就没有了 我找了好半天 才找到这一处 没人要的破屋子 许八皮 听起来倒是和韩依税有关 税什么税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娘子 是韩依税 是在朝廷对我下达任命的时候 县里面的人 实行了一条恶症 什么恶症 徐秦家 我跟你说啊 我们老胡家 杀猪 宰猪二十余年 从未做过缺筋短两的生意 我们做的是良心生意 你也不许做贪官 那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娘子这个你放心 我这个人不爱财的 你说什么 我们读书人 含疮苦读数十年 钱财对我们来讲 那就是身外之物 我们视钱财如 我是让你取之有道 不是让你不爱财 来 你跟我说 你爱财 我不爱 你爱 我 我不爱 你不爱财 我怎么开店做生意啊 靠你的双手 靠你的勤劳吗 对了 娘子 朱大人今天晚上 在玉春楼为我设宴 一起去啊 我不去 娘子 不行啊 得去 这是专门为你我设的喜尘宴 其他同僚的夫人们 也都会到场的 娘子 我知道你今天找房辛苦了 我这不是来晚了吗 我这一天公务缠身的 实在是没有来得及照顾你 我是很关心你的啊 那你刚才进来 不管不问的 我不去 说什么也不去 娘子 娘子 这院子也太别致了 娘子 你的眼光真好啊 真是别致啊 娘子啊 这院子真是别致啊 我知道这房子是差了点儿 娘子你心里不痛快 但是 在商言商嘛 你说说你这是什么合作态度啊 还童色无期足金足了呢 这分明是黑店嘛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你这话不能胡说啊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开黑店了 你 累了啊 累啊 累啊 我 我很累啊 我看你不是累了 我看你不是累了 你是怕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怕 怕什么吧 我吃个饭有什么好怕的 我吃个饭有什么好怕的 不 我就是怕他们让我吟试作对 我不会 娘子原来是担心这个呀 这里不是京城 最大的官也就是个七品县令 他们的女眷也并不一定都会吟试作对啊 更何况 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被叫做许八皮吗 万一真的有人打着我的名义做不义之事 你可以通过这次晚宴 通过那些女眷晚收获一些线索 你也不想被叫做八皮夫人吧 稍等片刻 打扮好就出发 也不知道哪里扒拉出来的野丫头 动不了老钱婆 我还动不了那卑微的屠户女啊 老钱婆越是看重她 我越是要好好正视 你听着 一会儿啊 拿浓茶 倒在她身上 我会儿啊 我会儿啊 小人不能得罪 尤其是这种吹枕边风的 这个芸姨娘素来爱财 要我说 不如你买一份礼物送给她 兴许能化解 谢谢姐姐 不过 我应该 还是会用我自己的办法去解决 这生姐姐我可不敢当 我相公只是个师爷 您是县城夫人啊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再说了 我们又何必用男人那一套 来论我们的尊卑呢 您啊 不必在意这些的 好 那就听夫人的 夫人刚刚可是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姐姐 敢问 刚刚那位紫衣女子 她是谁啊 她为何 对我有如此大的恨意 她是朱大人去年纳的妾 云姨娘 现在啊 最得宠 这上庸县的副术官身 都知道 只要有所求 便悄悄地去求这个云姨娘 保准能成 这自然也就成了朱夫人的眼中钉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夫人你想啊 这云姨娘是妾 凡是要跟朱夫人一起出现 那就得站着伺候 她素日里啊 也就避免和朱夫人一起出现 可今日不同啊 今日是给你和大人接风洗尘 朱夫人故意把她弄出来 扫扫她的颜面 她想必是不敢对朱夫人干什么 这也就把气都撒在了你的身上 看来这许清家的官还是太小了 夫人真是说笑了 这上庸县除了朱大人 宁家大人便是最大的官了 那姐姐 咱们回去吧 好 开心就好 谁谁谁 您再吃点 吃得太少了 你也吃 来 姐姐 来 来 我给您倒是说呀 多好啊 别喝啊 吃吃吃 踏锁了踏锁了 余姨娘 踏锁了 成何体统 丢人现眼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小老爷给我做主 不哭不哭啊 小老爷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哭不哭啊 不哭不哭啊 我不活了 我再给你们看 嫖妞啊 宿不得 婢娘 嚔妞啊 用拖的 打着 сколько倭 你比我 jed 唉啊 Writing 闹够了没有 还显不够丢人 拉上去 是 云云娘 老爷 老爷 云云 夫 夫 夫人 那这个 天色已晚 周大人您看 对对对 也算合得尽兴 要不就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 告辞了 告辞了 来 告辞了 好好好 夫人 周大人 好好好 慢走慢走 好好好 告辞 告辞 小行 别别别 阿湘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开窗不小心碰下去了 有没有人受伤啊 许清佳 许清佳 你没事吧 许清佳 许清佳 老周 你今天好美啊 许清佳 许清佳 绝对月 满腹相似如叶 被秋风填满庭院 梧桐花谢 奈何错多年月 默默自愈心中间 只为你魂牵 时间吃三千 时间得见 就是有点熟 一点 泪秋追星虎荡起波澜 思念冷圈逐成缘 一段烧花绕 青丝 招扰岁月 依着 西暮从缘起 心里漂泊 为何偏无法残破 情生是佳人 为你入红尘 此生值得 与你过门 老爷醒了 你擦擦脸 千万 楚河汉街 刘邦小儿 修要在我睡觉的时候 越见 你喝醉了 我没醉 你喝醉了 我没醉 我这叫醍醐灌顶 想明白了 没有我反抗 何来自由啊 一家之主 凌有钟呼 拿着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女人 快去泡茶 等一下 帮我准备好洗澡水和香薰 等会儿给我测杯 辣梅 夫人 没什么事 你就先下去吧 夫人 我手里的活还没忙完呢 我记得我这手还提得动刀呢 夫人 我忙完了 忙完了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 岂能守之于女人 让你立于天地之间 你 爸 啊 许清家是你先挑衅我 别怪我不客气 这可是你自找的 对啊 嗯 爹 爹 我 我不要万民伞 我只要我爹 爹 我不要一个人 你别走我 我不要你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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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兄 吃饭 这么丰盛啊 阿兄 这汤 你辛苦了 辣梅做的 辣梅辛苦了 阿兄 阿兄 昨晚 你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 就是昨天晚上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都不太记得了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你忘了最好 不过 我劝你 也莫要四处打听 不打听 过去了就好了 近些时日我想了一下 我们在这县城 还要待些日子 为了今后我们长久发展 咱们是不是得 约法三章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 简单地定几条小规矩 这第一条啊 就是今后 在我读书的时候 尽量 不 不要打扰我 先帝创业未败 不不不不 冲道不 不不 不不 请天下三分 一周匹 你给我跑 你给我跑 此城 此城 危己存亡之丘影 不爱别人 不不不 不不 这 阿秋 我们约法三章的第一条 难道你忘了吗 第一条 读书的时候 不能喝鸡汤是吧 不是 这是两码事 不是这个意思 你把他抓回来 阿秋 这第二条啊 就是今后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 要以礼服人 君子动口 不动手 你看 我就从来没有 打过你 我又不是君子 我是小女子 阿 阿秋 那今后你实在忍不住想打我的话 能不能下手稍微轻一点 还有 尽量 别打我的脸 行 我尽量 许青家 你给我过来 娘子有何吩咐啊 这是小聪吗 以我们读书人之间 这个是 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大同小聪能分不清楚 这日子怎么过 我 娘子三四啊 这个是三十文 这个二十五文 这个小 但是贵 五十文 这第三条规矩 便是日后啊 我们在处理县衙官府之事的时候 你和我要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 我又不当官 能有县衙什么事 这官员们在前衙办公 夫人们经常会到后院里面聚会 这里面的门道 可不比当官儿简单 你我出来乍到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 就像昨日你我敷衍 就花盆掉下来 多半就是个情事 我说起这个我就生气 那个云姨娘 总共没跟她说过几句话 对我下那么黑的手 几次三番地针对我 这云姨娘在家中作妾 本就受了很多委屈 再加上你让她当众出丑 她肯定缓恨在心啊 所以做出了些不愧之举 也不意外 我哪懂他们这些弯弯绕绕的 吃个饭也太难了 阿娇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章 这上庸县的水 远比你我想象中的药身 阿娇你心思单纯善良 我怕你日后会受到伤害 所以今后大小事 我们商量着来客好 行了你别磨磨叽叽的了 我答应你便是 话说回来 你喝个酒都能合昏头 不管不顾的就冲上去 万一咱说个好歹怎么办 你 你心疼我 我 你想得美 我心疼花盆 其实就算我不喝酒 也一样会冲过去 你